同胞们 朋友们 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 为了香港 澳门好 为了港澳同胞好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上 我曾经讲过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两点 一是坚定不移 确保不会变 不动摇 二是全面准确 确保不走样不变形 今天我要再次强调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符合国家 民族 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 澳门 根本利益 得到十四亿多祖国人民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 澳门居民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谢谢